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会分享中式和印度式的炒面方法 在马来西亚我们都会叫做妈妈炒面 今天是用了两人份的黄面 要炒出一碟好吃的印度面 这两碗调味料是它的关键 现在我们就去准备第一个调味料 将洗净了的花生 浸软了的虾米 浸软了的干辣椒 还有这个是印度扁豆 将所有材料放入热锅爆香 大概炒到两十分钟 刚刚闻到的香味就把它捞起 放入搅拌机 搅碎它 使用巧克力 锅爆香 从碎油 放入巧克力 放入巧克力 准备的材料 用鸡炒 用鸡炒 适量的煮食 轻轻的煮食 用了颜色,当时看到辣椒和油已经分开,就算是可以了 加大约2汤匙的螺黄纸水,少许盐和糖调味 第一个印度状料就完成,我们现在就准备第二个状料 2汤匙雪水酱 如果外国朋友买不到,可以用2汤匙老抽代替 1汤匙生抽 1汤匙蠔油 2汤匙茄汁 2汤匙辣椒浆 1茶匙咖喱粉 半茶匙胡椒粉 好,这两个重要的酱料已经完成,现在就去准备其他的材料 少许菜心,把它切断,然后用刀饼拍一下 将切了一粒的薯仔煮熟 一块煎过的豆干,然后切块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材料,叫做猪猪乳蛋,就是虾饼 但是今天我是没有做的,我是用鲜虾来代替 一粒番茄切开,还有少许芽菜 干葱头碎2汤匙 蒜蓉1汤匙,最后2个蛋 所有的材料已经准备好 现在就去烧热锅,放3汤匙的油 首先先爆香干葱头和蒜 炒到它微微的金黄色,我们就加入 蕃茄,虾,薯仔,豆干和菜心 不断炒一下它 再加入刚才准备的酱料 我只用了2大汤匙,剩下的可以放入冰箱保存 放入调味料和酱料,炒一下它,炒一下它,炒到它均匀为止 炒到所有的面都吸收了酱料之后 我们就在中间撥开它,放少许油 打两粒蛋,然后放少许胡椒粉调虾味 最后加入芽菜,全程用了5-6分钟中大火去炒 一道又香又浓郁的印度妈妈面就完成了 现在就轮到中式炒面 相比之下,中式炒面的材料就简单不多 材料包括黄面,菜心,芽菜,和蒜 如果想吃得更丰富,可以加鲜虾 或是鱼饼也没问题 不过今天是做最简单的中式炒面 准备一汤匙生抽 一汤匙美极鲜炉 一汤匙老抽 一茶匙糖 半茶匙胡椒粉 还有两汤匙水 准备一个热锅,放两汤匙油 然后落蒜蓉爆香 当你看到金黄色,就是时候下菜心 放一汤匙刚刚调好的酱汁 不断炒一下 当你闻到微微的大香味散发出来 我们就下一点水 下芽菜在一边 再加面和酱汁 然后开大火 炒至面熟的汁位置 我只炒了两三分钟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再配些醃了的青辣椒 或是二三把辣椒 简直就是绝配 中式炒面虽然很简单 但是配菜非常白贴 因为你可以选择 加一些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例如鸡翅 午餐肉 或是蛋 或是再加些菜都没问题 印度面本身材料就很丰富 已经不需要其他的配菜 但是步骤就比较多 以上这两个食谱 有空也可以尝试煮 帮我留言分享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